Google Earth的安裝 Google Earth怎麼裝 首先我們安裝軟體 可以由應用程式 Wubuntu的軟體中心來裝 也可以由更進階一點的系統管理 套件管理程式來安裝 這個時候我們要打密碼 具有管理權限的人才可以 有安裝軟體的權限 好 那這裡我們在套件庫裡面 我們要重新整理套件庫 以便取得最新版本的軟體 那因為我們套件庫自己重新維護過 所以 我們安裝Google Earth的時候 可以直接從我們的套件庫 來安裝軟體 我們直接輸入Google Earth 找到Google Earth 這邊會有一個Stable的版本 這一個版本 按滑鼠右鍵 把標記為安裝 好 標記 按加套用 按下套用 這個時候它會從網路上下載 Google Earth Google Earth 回來 好 等待一段時間 它就會安裝完成 安裝完成 那安裝完成之後 我們的Google Earth 會放在應用程式裡面的教育裡面 我們會放在教育裡面 好 現在沒有看到 還沒裝完 待會裝完 我們就會看得到 Google Earth 好 安裝完成 它會在哪裡 在應用程式 就是教育裡面 會有一個叫地球儀 這一個 這是6.0版本 好 直接點選 Google Earth 好 在這邊因為它要跑1024x768 所以 可能畫面會有點小奇怪 我這邊錄的是800x600 好 那這樣子就進入了Google Earth 一樣可以跑出Google Earth 這是6.0的版本 相當的不錯 那因為我們套件庫 重新整理過 所以你看到 這邊 教育裡面這裡 好 跟我們一般你在從網路上 下載 下載軟體下來安裝的時候 它這個選單是不會整理過 好 它的位置也不會整理過 這是 EGGO9 非常大的一個特色 重新整理過 那 軟體的移除呢 也一樣 進來這裡 套件管理程式 輸入Google Earth 好 我們把它移除 徹底移除 徹底移除 套用 這個時候 它自然會從 教育裡面 幫你把 Google Earth 完整的移除掉 那移除也是需要一點時間 好 移掉了 好 接下來我們到教育裡面 Google Earth 已經不見了 在這裡 剛才在這裡 現在已經不見了 這就是我們最新 EGGO9 裡面有套件庫 有自己在做特別維護